请听哈佛管理学 在这里我们希望用轻松无负担的方式 与你分享最新管理心知 打造属于你的哈佛DNA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Mary 大家好 欢迎来到请听哈佛管理学第192集 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我们都要迈向200集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会一直倒数到200集 那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 我们现在累积的收听的人次 也破了190万 所以到我们200集的时候 已经是200多万的收听人次 每个礼拜 其实听的人次都一直在增加 现在每个礼拜固定 有十几万人会收听 所以感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也稳居管理类的前一或二名 所以我们会持续努力的做 把哈佛商业评论这个全球最棒的 也是最前瞻的管理知识 在台湾落地 让很多人觉得哈佛商业评论没有那么高大上 它是我们每天可以应用在我们的企业 或组织的经营管理里头最好的朋友 因为在西方的英文的世界里头 的确很多的白领上班族 他们都是哈佛商业评论最忠实的读者 也希望我们台湾这个现象可以早一点实践 让我们的企业经营可以跟国际接轨 那么这一周我从昨天开始开启了一个新的主题 就是谈企业目的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company 就是你的企业存在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一篇文章是来自于我们今年 最近才刚上架4月号 我们哈佛商业评论的封面故事 就叫做企业目的 那么一年两天 我也分享了这一系列封面故事的文章当中 第一篇 它的篇名就叫 What is the purpose of your purpose 就是我们在领定企业目的 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事实上文章一开头讲了一句话 我也蛮深有同感的 就是过去二三十年来 我们常常在问一家企业的负责人 我会问一家企业说 你的vision是什么 就是你的愿景是什么 你的slogan是什么 你想要挡到使命宣言是什么 那现在流行的语 已经不是vision或者slogan 现在流行的语叫purpose 也就是你的企业目的到底是什么 那最常问的就是 你到底存在意义是什么 你存在这世界上 你这家公司存在与否 对这世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常常会被这样问 那这样问的时候 他事实上常在imply 在暗含一个意义 就是说 哇 这家企业必须是公益的 必须是慈善的 必须是行善的 也就是比较偏理念面 才能够变成你的企业目的 或者好像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那这一篇文章 这一系列的文章 其实就在颠覆这个 说不是每一家公司都可以用理念 来代表它的企业目的 也不是每一家公司都一定要把 所谓行善当作它的第一关怀 它才是可以成为它的企业目的 那经过了这个说明之后 接下来这篇文章 有提供很好的一个framework 一个架构 就是你如果要来拟定你的企业目的 你应该有哪些步骤可以来进行 那么一共有五大步骤 那我接下来就来主意做说明 那么步骤一就是要先确定内部 有哪些利害关系人 这个部门会受到企业目的的影响 也就是你现在要开始 拟定你的企业目的 你要先排一下 你内部到底谁会受这个影响 那么事实上昨天 我们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说你在拟定企业目的的时候 要照顾四个非常重要的方形 企业内的功能 所以这些人应该照理说 就是应该这四个群体 就必须要被照顾进来 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拟定企业目的的时候 你要对你的行销跟你的销售 是有帮助的 就是要帮助你赢得顾客 也要帮助你提高顾客忠诚度 所以这就会影响到 你的销售跟行销的人员 那么第二就是你要 你在拟定你的企业目的 你就是要对你吸引员工是有帮助的 被你留财是有帮助的 让人家相信你是一个好的公司 所以在拟定企业目的的时候 就会对人资或对员工的网络 员工非常重要的员工 都会是你必要被纳进来的 利害关系的 那么第三就是你在拟定企业目的的时候 必须要提高整体 提高你的ESG的绩效 也就是你的治理的绩效 跟永续的绩效 所以不管是法律面 投资人关系面 社区关系 企业沟通等等 这些负责这些业务的人 也都是你非常重要的利害关系人 那么第四就是要对你的策略跟财务 提供风险管理的一些指引 或者是资源配置的指引 换句话说 这家公司的执行长 就是最高负责人 或者是财务长 风控长 这些关键的领导都必须要纳入 这个你的利害关系人 所以第一步就是要把所有人 利害关系人都应该纳进来 变成这个拟定企业目的的一个代表 组成一个工作团队 当然你不是每一个人 不是四个部门 关系人全部的员工都参加 而是说要有代表 这四个不同功能的群体的人 来代表来组成一个 利害关系人的团队 然后大家来集体讨论 然后拟定你的企业目的 那么你在拟定企业目的 第二个重点开始 你就要想说 我是要用哪一个构面 哪一个类别 来拟定我的企业目的 第一个 我已经重复讲了很多次 用你的能力 换句话说 我可以产生的产品跟服务 所具备的功能 是独一无后的 是最好的 你可以用这个来拟定 比如说我昨天有举例 比如宾市汽车 可以说我是 当然其他名牌车也是一样 你可以说我打造全世界最安全的 最舒适的 最拉风的等等 不管是你情感面 还是功能面的功能 你可以达到 你可以用这个能力 来诉诸你的企业目的 第二你也可以用你的文化 你的intention 你的企业文化 或你对员工的照顾等等 来成为你的企业目的 你也可以说 我是一个最照顾员工的企业 这也是可以成为你的企业目的 所以第二个是这个重点 第三个是理念 这个理念就比较偏公益 就是你的存在价值 对社会公益 是可以实现的 是可以实现某一类的社会公益 如果你觉得这一方面是很强的 那你可以当然可以往这方面 去拟定你的企业目的 总之你这些要去通盘的讨论之后 以一个最真实的 最符合你企业真实的状况为主 那么这三个 其实都各自有不同的好处 比如说你聚焦在能力的目的 你就是很清楚的 为你的顾客提供 非常明确的价值主张 就是你买我的东西 你就可以得到什么 这是对顾客价值主张 那你如果就是聚焦在文化的目的 你就是很清楚的 以内部向心力为主 就是你成为我的一环 加入我的公司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团队 我的伙伴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这就是你的以企业为目的的 你的可以诉求的一个重点 那你如果是以理念为目的 也就是说社会公益为目的 你就是以创造什么利益为核心 创造什么样的社会公益 或社会利益 或社会价值为核心 让你的顾客 让你的员工 跟你的社区广大的社会 其实是认同的 那他们愿意支持你 这也是以理念为目的的好处 所以三个各有不同的好处 其实都不错 你只要可以找到三个 其中的一环就可以了 不一定 我还是要一直强调 不一定现公益理念这一块 才是你的企业目的 那么第三步就是要 你已经拟定好你的目的了 所以目的一定要跟你的企业策略 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跟你的目的跟策略连结 那么只有企业的目的 跟公司的价值主张是一致的 跟他平常做的事情是一致的 对内对外创造的形象是一致的 那这样的企业目的 才会发挥他最大的潜力 那这里我就不太多延伸 接下来的第四个构面 我想要多花一点时间来讲 就是说他举了很多例子 到第四步 你就是要找到一个构想 就是你已经确定你的企业目的了 你也跟你的战略策略是连结的 那么接下来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构想 这个构想能够广纳 就是说我们之前说到 四个不同的利害关系的群体的 大家的利益 你都必须要照顾到 那么才能够让你的企业目的 达到他最有效益的发挥 达成共识 那这篇文章蛮有趣的 他举了蛮多例子来说明 比如说苹果公司好了 Apple 那你可能很多都是他的手机 或iPad iMac的用户 那假设说我现在苹果是要强调 我是以能力为基础的目的 我就是可以最新的软体 最好的软体 最棒的硬体 我可以提供顾客最佳的使用者体验 苹果可以宣称这个 那他的能力 他的企业目的 就是以能力为基础的企业目的 如果他宣称说 我为顾客提供最佳软体跟硬体 跟服务的体验 那这就是属于能力为基础的企业目的 这让你清楚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我是一个药厂 比如说罗氏药厂 好了 他是一个致病的 关心大家的健康 那这是很公益的 关心人类的健康 所以他可以以理念为基础 就是我存在的目的 就是照顾好每一个病患 让他们可以健康的拥有人生 那这就是一个理念为基础的企业目的 因为一个药厂是比较容易宣称 我是有这样的使命在的 跟一个医院是一样的 那么也不是只有这种 看似什么医疗行业 可以宣称我的使命 他这边也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只要你有一个很热血的执行长 加上一个理念为基础的企业目的 平常可能就是平反无奇的 这个科技产业也可以带来很大光芒 那么这里就举到Salesforce 大家应该蛮知道这家公司 Salesforce在矽谷的执行长 马可这个执行长 他一直以来都对社会的议题 非常积极的参与 积极的行动 而且他形象也还不错 所以他如果是宣称说 我这家公司是以凝聚众人 社会大众协助企业和社区的追求 最崇高的目的 其实也没有人会怀疑 也没有人会挑战他 所以他即使是一个科技公司 一个网络公司 服务公司 他也是可以宣称 他的企业目的是有强烈的使命感 那你要做得到你才敢讲 你如果做不到 你就不要这样讲 你或许回到文化面 回到能力面 是比较安全的 那这边还具有另外一家公司 叫Patagonia 是一个服饰公司 他的创办人叫伊凡 他也是宣称 就是我们的事业 就可以拯救我们的地球家园 那事实上据有了解 他还是推出一些二手一的服务 一些回收再利用的一些服务 所以他才敢宣称说 我们的存在 部分也是要拯救我们的地球家园 那这一种 就是属于理念型的目的 那么如果说你的公司 是一个比如说形象上 是最佳雇主 非常照顾员工 那么你就是可以以文化为基础 成立你的企业目的 就是我这家公司 是以培养人才 创造幸福企业为宗旨 那也是以文化为基础的企业目的 就可以成立 比如台湾最有名的 比如奇美 就是个幸福企业 他就是以打造幸福企业 为他存在宗旨 那么到第五步 你一定期限目的 第五步就是要把企业目的 融入你的企业日常的行为之中 也就是融入你的DNA之中 所以不管是从下而上 还是从上而下 都必须要贯穿到 所有一个企业的日常的营运 日常的作为 比如你招募人才 你的行销广告 你的营运决策 你的企业对外展现 那个企业DNA 就必须要符合你的企业目的 比如说你如果宣称 你是最幸福的企业 那当然你要比所有的公司 更照顾员工 你如果是宣称是一个很有理念的 一个社会公益的 帮助社会公益的 那你当然就要做很多事情 那让人家觉得说 你平常就有在做这个事 那你如果是一个能力为主的 就是你的产品 就真的要很独特 你的产品就是真的要很强 不管是软体硬体或服务 所以你就要符合 这个社会的期待 或消费者期待 否则反而会有反效果 因为人家会觉得 你所宣称的 跟你真的做到的 反而是有落差 或者是不一致 那反而你不宣称 你的企业目的还好 你一宣称 就可能变成别人攻击的对象 因为你没有如实做到 你所宣称的 所以这是也是要注意的 那总之呢 现在这个时代呢 如果这个文章最后是结语 说往后看十年呢 如果十年后呢 人们来回忆现在这个时候 一定会觉得现在 整个企业界 非常非常着重的一个重点 就是要强调厉害关系人的 资本主义 也就是stakeholders 你要关心你多方的这个关系人 都必须要被照顾到 现在资本主义 已经是走到这个这样子了 而且强调是你的purpose 而不再是只有vision 就是企业目的 那么希望这两天的分享 对于你 你若是一个员工 或许你也可以在内部观察一下 你的公司有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有没有忙着 或者是很关心 来厘清我们的企业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是一个企业负责人 那我想这件事情 对你是更重要的 那么以上是我今天主要的分享 那今天呢 我也要利用今天的节目呢 跟各位介绍一个 有哈佛上海评论 跟全球第一家零碳美妆企业 欧莱德的创办人葛旺平呢 要来打造全台湾第一个 近零碳牌的实作工作方 因为现在欧莱德呢 已经全产品 全厂房 全组织呢 都已经达到碳中和 所以他从2010年开始 就成为台湾第一支 这个碳足迹标签的产品 有环保署认证 第一批有七支产品 然后呢 也是在隔年拿到第一个碳中和的产品的认证 所以他已经有十几年的经验 所以我特别呢 拜托他出来跟我们哈佛上海评论读者 做分享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 欢迎你们来了解跟报名 那我们的课程呢 会办在6月24跟6月25号 我们希望呢 陪这个台湾的企业呢 如果你是还没有做过 你很想做 你也不知道怎么做呢 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一堂两天的密集课程 以及后面呢 也会有陪跑的课程呢 我们希望可以陪你打造第一支的碳中和产品 感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相会 从团队到个人 管理的大小时都是HBR的事 现在就上 triblew.hbrtaiwan.com 订阅数位版首月只要60元 让你无限畅读所有文章 向国际大师学习 现在就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